直接在这个地方你就建立两个Section Section这物件当然直接SESS 你就直接按空白键 你就建立两个 那就这个地方记得 它的表现方式比较特殊 就是说你必须要 直接这个地方把它拖拉过去 然后再把它复制出来 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Section 假设说我这个地方 最多一个Section的PW 就是这样的PW 然后它等于是Section 它等于是Sexbox2 并且把这一个把它 直接这个地方就可以把它 那透过Section的比对之后 我们过来到这个Default3 那Default3的部分 我就可以先进到第一个画面好了 假设说我要让User怎么样呢 它可以做新增 新增的动作 因为新增是最重要 就是发布 这个地方我就把它改一下好了 叫发布消息 上面的话就是发布 发布消息 发布消息我怎么发布呢 当然我就必须针对我们之前所设计的这个Database 去做什么呢 写入的动作 那写入动作 我如果按那个前天所讲的部分 我要先知道什么呢 这个资料表里面有哪些栏位 并且把资料写进去 那写进去的方式 这地方 当然我就直接 在这里我就 总共有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栏位 那当然我 假设说我这个地方 前面先开头 针对它每个栏位 去做什么呢 去做一个 Test Box好了 我用Test Box的方式 直接加进来 比如说第一个栏位 那这里的话一样 我们就简单 先加入几个 第二个 这地方排版部分 你们自己再去做好了 第二个 然后再来第三个 利用这样的方式 建立五个 五个格子 五个这个Test Box 接下来的话 我就可以让它 直接写入到 这个Database里面去 那写入的方式 这次就按照我们 这个三个字所讲的 等于也是做一个 简单的复习 这地方的步骤呢 第一个 好 发布日期 好了以后的话呢 这地方自己再调整好了 界面的部分 好了以后的话呢 最后按一个什么 按一个确定 所以Button 直接可以让它写入 然后底下 我要怎么让它可以写入呢 一样